甘肃龙民企业家赵首帅被判合同照片最深诉案,有了最新建展。 2018年7月24日,河南省新乡中院经重审后下达判决,赵首帅及甘肃省永昌县龙木机械总公司,以下简称龙木公司无罪。 这起1999年,由新乡中院审理的救案,曾让赵首帅入狱11年,而他始终坚称自己无罪,不断申诉。 2018年1月,赵首帅合同诈骗案,被最高见,公布为生产权刑事申诉,国家赔偿和赔偿监读的定刑案例。 去检查日报报道,赵首帅案的典型意义在于,办理有关产权刑事案件,必须严格区分经济求人与经济犯罪的界限,对于法律界限不明,对于非罪界限不清的。 不作为犯罪处理,河南省人民检察院复查证定原案事实不清,证据不足,原省裁判却有错误,依法提出抗诉,充分发挥了检察机关。 在产权保护中的法律监督只能,先向中院重舍判决显示,法院认定,新证据上能证明案发时,赵首帅及以其违法人的农牧公司资产可以保证领约, 故不能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,其行为不构成合同诈骗罪。 赵首帅表示,他将申请国家赔偿,除人身自由赔偿金358万6015.56元,精神损害不为今3000万元外, 其已经初步核算了农牧公司的损失,还准备申请赔偿单位停产,停业损失21.6亿。 赵首帅和他的农牧公司重审被判无罪,受访者公图,遭夸审抓捕后被错关11年,重审获无罪。 1999年1月15日,29岁的赵首帅,忽然被河南警方刑职,自老家甘子大碗河南击押,直到2010年7月, 刑马是放的赵首帅,才终于回到家乡。 2002年4月,新乡中约一审判决赵首帅犯合同诈骗罪,判处其有期徒刑13年,原一审判决策。 农牧公司在1997里,先后向新乡市第一拖拉机厂,简称新乡一拖,订购个种型号拖拉机142台。 但收到货后,仍有76万余元货款,未向拖拉机厂付款。 原一审判决认为,农牧公司及其法人代表赵首帅,以非法战略为目的,在签订履行合同中,骗取货物,数额特别巨大,其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。 我们当年和河南,山东的很多厂商都有合作,您销售额上千万,为什么要故意拖欠它70多万? 当时只是在价格上产生了一些纠纷,赵首帅不断向检察机关逐迹申诉,河南省检察院的抗诉,到该案迎来了转机。 2016年9月,河南省检察院向河南高院抗诉,认为该案判决却有错误。 此年3月,河南高院裁定折销原判,发回新乡众院重审,沃国刑法规定,合同诈骗罪的情形包括,明知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,或者有效的担保,采取欺骗手段与他人签订合同。 原意审镇定,农牧公司与新乡依托定力合同时,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,其固定资产被抵押,同时还借有银行贷款。 而河南省检察院复查时发现,农牧公司的贷款时间并非案发同期,而且案发时农牧公司还拥有多套固定资产,包括1,019.64平米的办公了,面积3,528平米的土地等,宣证明其具有履行合同的能力。 这是一起公安机关进入经济纠纷而引发的错案,今年4月12日,该案重审开庭,赵首帅的两名辩护人当庭表示,经济纠纷应该通过民事诉讼解决,而不应扩大到刑事手段。 这次开庭,是赵首帅时隔16年,再次来到新乡中院,他详细的向法庭回忆了当年的生意往来,他说,恳请法官严格区别经济纠纷与合同照片,我和农牧公司没有犯罪。 2018年7月24日上午,河南新乡中院经重审后下达判决,赵首帅无罪,农牧公司无罪,重审判决显示。 法院认为,农牧公司及其法人赵首帅,在与拖拉机场签订旅行合同中,主体资格真实,以私真实,没有采取照片手段。 在与拖拉机场经济往来中,给付了大部分货款,且同期向其他企业支付货款达800余万元,有实际的旅约能力,无法镇定其在没有实际旅行能力的情况下。 以先旅行小额合同,或者部分旅行合同,又骗拖拉机场继续签订和旅行合同,也没有再收到拖拉机场所供货物或者销售后协款逃迷的行为。 农牧公司因资金紧张,虽然存在不能按约付款的违约行为,但能向对方说明情,况而作出保证, 亦有证明农牧公司和赵首帅无履约能力,认定公司资产以抵押的判决后已被撤销。 新证据证明农行永昌制行所农牧公司的贷款,以基本结清,新证据上能证明案发时其资产可以保证履约。 故此,不能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,其行为不构成合同诈骗罪。 赵首帅表示,接下来他将申请国家赔偿,除人身自由赔偿金358万6015.56元,精神损害付为今3000万元外, 其已经出不合算了原省被告单位农牧公司的损失,还准备申请赔偿单位停产,停业损失21.6亿, 在I期间巨额财产被错判给农行,至今难要回,我现在就想抓紧创业, 把失去的时间追回来。 赵首帅说,这个案子,把我最好时间都耽误了,被抓难一年。 赵首帅29岁,现在,他已经49岁了。 赵首帅本是甘肃盛街昌剧永昌县人,小世纪90年代末, 他是当地鼎鼎有名的农民企业家,人送外号赵半城。 那时,他经营的农牧公司,在县城中心占地1000多平米, 还另有一处3000多平米的农机商冒城,直至该体错案发生。 赵首帅在失去自由的同时,还失去了一笔巨额资产。 1999年4月,在赵首帅被河南警方带走三个月后, 金长中院下达一本民事判决,判决书写是, 法院查明。 1997年间,农行永昌之行给农牧公司, 办理了10张成队汇票。 金额共计3,00万元,成队汇票到期之日, 农牧公司应该向银行交付足额票款, 但农牧公司却分了位焦,金昌中院最终判决, 农牧公司偿付永昌之行借款本金292万元, 逾期付款委约间59万9600元, 合计351万9600元。 同时,金昌中院还称, 农牧公司曾在1998年及1999年间, 将1019.64平米的办公楼及19套住宅楼抵押给永昌之行, 法院认为,农牧公司在成队汇票到期日, 分文位交付明显违约, 其不能偿还到期债务时, 永昌之行和刑事抵押权, 从拍卖房产的价款中优先收场。 2001年6月, 金昌中院裁定, 永昌公司1019.64平米的办公楼, 18套楼房, 12间车库, 18间小房归永昌之行所有, 低顶上述债务, 事实上, 这起债务就被案开停时, 赵首帅并不知情, 当时, 他因涉嫌合同诈骗, 已经被河南警方带走了。 2012年8月, 甘肃生检察院就此案向甘肃高院提起抗诉, 甘肃生检察院认为, 原审法院程序违法, 缺席裁判, 其后, 该案由蓝州中院再审, 蓝州中院再审查明, 农行永昌之行, 在办理了300万成对汇票后, 又在1997年至1998年间, 以特种转账借方传票的方式, 从农牧公司账户上, 划赚了298万, 至此农牧公司的欠款只剩下2万, 2013年12月, 蓝州中院在审判决撤销原判, 农牧公司支付永昌之行, 于期贷款本金2万, 其余期贷款利息4850元, 其后, 永昌之行不服该判决, 提起上诉, 但被甘肃省高院驳回, 至此, 农牧公司所欠292万的债务不复存在, 赵首帅紧接着向蓝州市中院申请贩还设案房产, 2014年7月, 蓝州中院下达执行通知书, 责令永昌之行向农牧公司贩还房产, 及农牧公司底底债务的1019.64平米的办公楼, 18套楼房, 12间车库, 18间小宝, 今年3月, 蓝州中院开始着手新一轮的执行, 6月, 蓝州中院委托甘肃信诺房地产资询估价有限公司, 对涉案房屋进行资法鉴定, 评说, 评估结果显示, 1019.64平米的办公楼的市场价值, 为1043万4995元, 18套楼房中的14套住宅的市场价值, 为355万3165元, 12间车库, 18间小房的市场价值, 合计为1171780资源, 总额超过1500万元, 但该评估并未变现, 赵首帅至今, 仍未能要回分文, 事实上, 近四年来, 赵首帅与农行多次交涉, 双方不断拉锯, 然直到今日, 法环并未有任何实质性进展, 案件进入执行阶段以来, 赵首帅也曾多次相处办法院提交过申请书, 尽求法院将永昌这行列为老拉吉之线被执行人, 但法院一直未有动作, 7月24日, 澎湃新闻就次执行案件采访了兰州中院, 其宣传部门工作人员表示, 6月份设案房产评估结果出来后, 永昌之行与赵首帅双方军队评估结果有意义, 目前双方已经交换了意义书, 还需进一步协商, 同时, 兰州中院正在准备对永昌之行进行限高, 并将于下周约看永昌之行方面, 如其人不积极执行法环, 将把其列入实现被执行人黑名单。